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真是很不幸地上次我说了我这个区 有霸王硬上工的事件 想不到今天更大事 出现伤私案 现在我们昆士兰州的警察 就是调查一位49岁的男子 他是说广东话的 应该是不懂英文的 我刚刚看到电视 就说他是需要翻译的 很不幸地这宗案件 就是一男一女 就在家中 是没有了 而且一个 离世的样子 听闻都挺惨的 还有刚刚 电视机也是有些镜头 多名亚裔的女子 在当场失声同哭 而且我听到的都是广东话 有人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令人相当心酸 我也想不到 警方就说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就赶去位于 其实都是我们这里的唐人区 不说哪里 大家都知道 是Britzman一个唐人区 不过 一个大唐人区就有几个游泊 反正都是近的 去到案发现场 当警员到达时候 一名男子开门 并且 很平静 开门并且叫警员进来 警员就看到这名男子的肩膀和大腿是有伤势的 而现场相当地恐怖 全部有红色的一些液体积在楼梯和墙上 大马尔有点像看戏 大马尔真的看到好像拍戏似的 而且 警员描述有一阵 什么声味 大家知道什么声味了 红色液体 警员上楼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子和二十多岁的男子 已经冷冰冰了 从现场来看 艳二人就对两名 尼世人士进行了疯狂的动手 警员就发现现场 有点利器 警方就认为艳二人曾经用两把利器 向两个尼世人士 疯狂的动手 这位49岁的男子因为他不懂英文 也只可以 找广东话翻译去帮忙 我看到 这个人穿着工人衣裳 原来 这位49岁的男子也自称受伤 所以去了医院接受治疗 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就找律师去协助 当地一名居民就说 事件发生的 就是 三个人的这间屋 一男一女和一名十八到二十岁的 男子 另外鄰居就说 这对男女已经在当地住了很多年 但是因为 英语不联关 英语不太好 所以 就不经常和鄰居交流 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草坪剪草 有时有三四个房客 不清楚是朋友或是亲戚 其实 警方就呼吁任何曾经在 昨天早上9点 45分左右 在这间屋附近看到可疑人 或者听到这间屋有什么动静的人提供线 当然 两个人已经没有了 49岁的这位讲广东话的男子 在调查当中 当然 现在 法医 和 警方当时就大量的这些人员去到现场 他没有那么快给你一份报告 但是基本上 就知道了 两把利器 就是作案的工具 令人相当震惊 因为这个区 即是我们附近的区域 其实 是传统唐人 比较平静没什么事情的区 最多就没有人偷东西 但是想不到 前几天就霸王硬上攻 今天就有这些伤私案 其实也有邻居自称 听到那间屋 不断传来狗叫声 早上就很静 唯一记得就是有狗在这里叫 这个街区其实很安静 对于整条街来说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环区来说 都是相当震惊和不安的 现在 此时此刻都是 此时此刻都是 还有 闻居也说三十多年了 除了几次有些偷东西事件 这个也正常 因为 很多人就知道 唐人的家境比较好 那么多 所以 来偷东西 偷车都有 不过 总体来说那个区也是比较好的 其实之前我也有想过去买那里 但是 学校就好像不太合适 OK 当然也是 不便宜的地方 所以我买不起 所以 现在看到 澳洲的专家就说 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事件 都是跟 生活逼人有关 其实我又觉得正常 当你 一个社会 大家压力很大 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 也会有些人会想偏 对吗 大白上觉得这件事也很正常 因为你压力大 当然我不是说对 说多一次 我不是说对 但是 很不幸地 当你的社会 那些人 生活得比较 辛苦的时候 这些事情肯定多出来 肯定很多这些事情出来 你是 顶不住 所以为什么 各个政府 都要压制通胀 因为 你通胀之下 很多社会问题出来 所以 大家 也知道 在外国 都不是天堂 不是像BNO 说 经常在这儿晒 又说 什么 二等公民 你有生蠔吃 你知不知道 你的生蠔 是好还是不好 说真的 有些生蠔很差 很便宜 如果你这样说 当然你觉得很容易满足 但也显得你很香 对吧 那我们说回 其实 大家记不记得 我早前 就说了一件案 就有一对中东 姊妹花 去隐姓埋名 换了个名 记得 而且当时 亦都是 他们两个 亦都是 双丝案 在公寓 结果 中介就很厉害 中介就接到 拨打 将他装修一番 布置得 靓靓的 重新挂牌出租 起了 低价出租 但是 华人学生看到 那么熟口面 那么似 上次上了报纸那件 立刻 害怕了 其实 这个 屋 就重新 挂牌出租了 但是 并不是所有 人士 都知道这个公寓 之前发生的悲剧 也对的 尤其新来的留学生那些 是的 其实出租 的宣传海报就上面写着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 这套 几乎是全新的 两个 寒室的公寓 都可以确保一个豪华舒适的居住环境 而且刚刚才换了新的混合木质地板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地板就好像被一些东西污染了 所以他肯定要换 就是今年6月 不过是前几天才说这件案情 这对姊妹花的遗体就在公寓里面发现 24岁和23岁来自沙地亚一百 目前为什么会离世未人知道 不过 为什么换地板呢 因为 后来媒体就说 6月份才发现他们 5月头已经是没了 所以呢 有一些东西有些臭味 大家明白了 明白了 那公寓的底部很搞笑 原来底部有很小行字写着 是勉责声明来的 他就说 这件事 可能是澳洲规定 我不知道 如果有澳洲汪洋跟我说 是不是一定要写个勉责声明 因为下面就写着勉责声明 这个房产 在2022年6月7号就发现了两位离世人士 警方在这里建立了 罪案现场目前仍然调查当中 根据警方的说法 这个不是一起随机的案件 对社区造成了潜在风险 但是 其实星期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房 就说 原来不是每个都知道这件事 不过 因为这件事在微信传了很久 所以华人学生仔是知道 有学生去到就说 很不舒服 究竟是心 不舒服 还是真的有一些 负能量 不知道 虽然里面是一尘不染 不过 有一位记者就走进去 是SBS的记者 有一种难以比喻的 古怪味道 还有味道 那些地板换来 只是白换 但你不要忘记 他是 两位先人 是放了一个月 有点 懒懒的 大家明白吗 我不说下去了 你叫装修工的 那些教号 整个 装修工可能也怕 赛账 赛账 你永远租不出 会找什么新而奥 没有港人 掌握了它 如果地点位置美 然后 租金又很低 也有得想 好吧 原来有两位 华人学生 相信是香港人来的 TAM 就说 很低的 之前是540元 现在520元 之后 可能之后再降多些 因为中介就说 房东 如果看到你租得久 可能480元也行 降了60元 当然 看到这么大的 甲鸟随街跳的时候 大家真的停一停想 说真的 这个工业 之前 当然是发生了大事件 现在重新挂牌 不过 这个记者算算 查获了人家 记者就问 TAM 这位学生 就说 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人试过的 你介不介意的 然后他说 是吗 我完全不知道 我刚刚来的 之后他就说 哎呀你一说 我全身起了鸡皮 毛骨悚然 我没想到 是否这么便宜 在 当区来说 已经是相当低的价钱了 这个区 都没有人告诉我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跟我说 之后 他们说 走啦走啦 没有兴趣 走走走 其实 说回这对姊妹花 就是 17年 就到澳洲 他们是寻求庇护的 但具体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 亦都有沙地亚伯的媒体 就说 叫做 江荣 拉低他们 我们之前介绍过 有些家族觉得 你违背了家族的意愿 一般家族的男子 是可以搞定你的 上个星期 警方就说 会大量调查 其实我有个问题 如果警方再去取证 会不会去你家 如果真的不知道 就说 不好意思 谁在这里 这真是大默默 不是开玩笑 警方一定要 会表明他内意 你避不了 是 其实什么死区 在Burwood 我都不怕同说 网友说 Burwood 大家在Burwood 租屋就小心点 小心点 当然 澳洲现在 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 生活压力大 通货膨胀 除了有些极端人士之外 更加是有大罢工 明天 即是星期三 大家注识尼的网友就小心了 识尼部份的 承铁线路 将会停止运作6个小时 原来昨天 Sidney Trains 和New South Wales Trains 他们就说 大家已经得了共识 就是星期三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就会停止 一些重要线路 包括Bundai Junction 当然 为了一个诉求 就是加人工 没有五大诉求 其实现在罢工也没有什么五大诉求 就是加人工 就是加人工 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铁路工人 是得不到保障的 现在这份新水 而且 也挺厉害的 大家看看时间段是什么 是10点到4点 都算是小高峰 是吧 当然最高峰的是10点之前上班 但是 有些人也是10点之后才出游 所以各位都小心 此时此刻还有新闻在澳洲 亦令人相当注意 是什么事 原来这个新闻是 exclusive 是独家的 来自 这个 梅度一份报纸 他们就说 原来两大超市 C字头和W字头 是夹底搵食 说他们是空抬价格 农民就说 他们就是 猛烫的 这份报纸就说 澳洲两大超市巨头 W字头和C字头 在大型零售商 准备 加价的时候 就看到 原来他们 那份 收入报纸 几正 市场就分析 虽然生活成本 真的令到澳洲人的压力太大 有些人 亦是承受不了 但是 零售商的利润 可能 达10亿澳币 嗯 所以 这份报纸 梅度报纸就说 他们 有时候 是 因为只有两家大 其实还有一家的 Audi 也很大的 会不会这两家是夹底搵食呢 一起去推高价格呢 所以 现在 澳洲的农民 就 说 很多报纸就说 我们 整高那些 农产品 还有肉类价格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都赚得很微 更加呼吁澳洲的消费者委员会去调查 现在 其实 亦都是等于逼澳洲人削减开支 超市 就可以通过通胀赚大钱 居然 好像一位农民 就来自这个 ORANGE 是橙 这个地方叫橙 ORANGE 一个 秋天非常漂亮的地方 就说通胀不是 你们两大超市赚钱的理由 真是令人震惊 他们很残忍的 所有人 都会是付着额外的成本 比如有价 但是通胀只有7%的时候 为什么你升10% 你这样不是价格欺诈吗 亦都说 对于这两家超市来说 赚钱很容易 他们很多的 阿头又要扎法拉里的 做得阿头那么扎法拉里 我都觉得正常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 两大超市一起 夹手掩饭 台价 我希望澳洲政府也查一查 因为大家真的 看到生活逼人 农民就说 现在超市 就用通胀 谋取暴利是不公平的 因为 农民是得不到那么多利益 其实就是超市吃了价 嗯 那究竟是不是呢 当然 真的要靠澳洲政府去查 现在超市的 食品当然贵 燃料有贵 天然气有贵 天然气 最L讽刺就是 澳洲是产生天然气 但是 可能没有天然气用 你说多讽刺呢 是吧 好 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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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